皮肤问题 除了青春痘 黴菌感染等常见的病症 就要属蕁麻疹最让人头疼 卓越利医师表示 统计每五个人就有一人 有蕁麻疹体质 且容易反复发作 发病时患处会骚痒浮肿 如果用力稍抓 还会留下痕迹影响外观 我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性病人 那她呢 会不定时地出现蕁麻疹 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眼睛会肿起来 嘴巴会肿起来 我们讲的叫做血管性水肿 是的 像这类严重的个案 还得注射抗主治安药物治疗 所以要避免症状反复发作 建议可透过抽血检测过敏源 看似花粉黴菌或食物等引起 不过由于过敏源上万种 检测并不一定能找到 还是得记录蕁麻疹发作 当下有什么状况 比如工作压力等 帮自己找出诱发因子 另外 要依照医嘱服用口服抗主治安药物 看副作用程度 并成好坏 可沟通换药减药